经历试探 思考题二十七 世俗磨难不是试探 但被许多人称为试探的世俗磨难 指的是由于良心煎熬而感到的痛苦 其实并不是试探 也不是考验 只是因他们所爱之事遭到攻击而引发的焦虑 常见的例子有 人们担心自己将会被剥夺 或觉得已经被剥夺了地位 世上财产 名誉 肉体享乐 肉体生命 等等 不过 这些经历 还是能导致一些益处的 摘自蜀天的奥秘 八百四十七节 三 核心理念 在这里我们有了世俗磨难的定义 那些冲击到我们对世界之爱 即对世俗事俗事俗之爱 即对世俗事物之爱 如成功 金钱 财产等 或自负的 自我之爱的事物 这样的损失即使在当下 可能使我们感到毁灭 可能让我们用心审视自己的态度或行为 却不太可能产生长远的属灵影响 反思 这里列举了一些世俗磨难的例子 你能想到其他的例子吗 你自己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磨难 或者目睹过别人这样的经历 如果有 他对你的生命有什么影响 或者你看到 他对别人的生命有什么影响 你是否经历过蜀天或蜀灵试探 可以与之相比较 如果有 他们的区别在哪里 世俗的磨难 能够导致一些益处 那么经历过对于物质财产的焦虑 可能会引发怎样的积极作用